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给大家分享的是,睡觉时出现这个表现,是大病来临的前兆,建议再忙也花两分钟看看。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只不过这些梦有长有短,有的人醒来后还能记住一点,有的人醒来后已经全部忘记了。 关于梦这个东西,不少人都相信它是在代表着什么将要出现的情况,于是周公解梦也随之出现了。 在人类文化中,无论古今中外,对梦的解析始终是一个谜。 中医认为,梦症和疾病密切相关,有一套完整的梦症理论。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梦症一案,发生在鲁城宫十年,公元前582年。 静静宫梦见自己被两个蓬头大鬼所击,口吐鲜血,蒙倒在地,请桑门大巫为其解梦。 这位巫师通过一番占卜,认为静静宫的病是先前被他杀死的两个静国大夫的鬼魂在作祟。 静静宫沉默不说话,问道,可以用祈祷来消灾吗? 大巫说,祈祷做法恐怕没什么作用。 静静宫问,那么你觉得我能活到什么时候? 大巫说,那我就冒死跟您说吧,恐怕主公将尝不到几年新售的麦子了。 大臣图案假说,距离麦子成熟还不到一个月,主公虽然有病,但精神非常好,怎么可能就只活这么短时间? 若主公到时能吃到新麦子,就是你的死罪之期,然后就将桑门大巫呵斥了出去。 不久,心脉开连,静静宫非常生气,暗地里想,桑门巫诅咒我,说我活不到吃上心脉的时候了。 今天,我要让你看着我吃上心脉,随即让厨师用心脉做成饭,并照桑门巫来见。 原打算先食心脉,然后杀桑门大巫,但是心脉还没来得及做成熟食,静静宫呼感,心胸憋闷,大汗支冷,腹胀疼痛。 急忙让人扶持至厕所,即昏厥在厕所里,一命呜呼了。 这个故事带有较强的鬼神色彩,但是中国古代的巫医不仅仅是以迷信骗人,有一部分也是有一定的医学经验的。 这个故事就是通过梦来预知健康的最早的记录。 中医关于梦的理论 能预照人体病变的梦中医称之为梦症,是由于人体的阴阳五行失调而造成。 根据梦境来推断出人体哪一部位的不合,并加以辨证失质,即为梦症。 这是中医非常传统的一种诊法。 中医学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人体内在脏腑的感应,通过梦象反映出来。 梦象虽然是心神活动,但神魂的变化与形体密不可分,由此可以了解脏腑阴阳气血的变化,进而是全身各个组织的变化。 《皇帝内经》是第一部《从梦象中探寻疾病》的医书,他指出由于五脏,五身,五阴,五色,五行相合,由此可以推导出产生梦境的生理以及病理原因。 他阐述了梦的本质和特征。 《前经药方》中有言,善诊后者,亦可深思梦意,乃尽善尽美意。 梦象辩证的理论一句是梦象对应于藏相,其推理演绎的工具是阴阳五行学说。 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对梦象进行解析归纳,推导出梦象与脏腑气血阴阳营虚的关系。 清代学者熊伯龙认为,妇女在妊娠期间的梦与深男或深女有关。 深男阳气肾,阳肾则热肠,故梦刚悟。 深女阴气肾,阴肾则常冷,故梦柔悟。 梦与健康 梦到白天发生的生活琐事 多梦的第一种情况是梦到白天发生的事,故事情节也没什么离奇,很正常就是那些琐事, 就说明这些人没有处于深度睡眠,意识层面还在活动。 原因,中医讲皮主义。 做这种梦的人,一个是消化功能,也就是胃的功能不好,另外一个就是皮的吸收功能不好。 梦里的是历历在目,全能回忆起来。 这种人睡觉时,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会流口水,这也是皮功能不好的一个表现。 解决方法 针对这种消化不良导致的多梦,我们应该帮助它提高自己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也就是提高魄力。 这样它晚上消化食物的时候就不用绕到自己的魂,梦也就会少一些。 调理脾胃的同时,避免摄取有损脾胃功能的酸冷食物,包括山楂、柠檬、橘子、醋、山菜、泡菜等。 难消化的高鲜蔬菜,比如酒菜、芹菜等,以及高油脂食物都不宜多吃,如巧克力、油炸食物等。 可以补皮肩胃的食物则包括莲子、山药、扁豆、紫米、红枣、猪肚、蚁仁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食物是四神猪肚、山药排骨等。 梦到莫名其妙的离奇事件 多梦的第二种情况是老做梦,而且老做一些离奇的梦。 这种梦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梦到的事情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这种梦我们管它叫做神游物外,魂不附体。 原因,这种梦跟肝脏的功能有关系。 肝藏血,血射魂,魂在里面好好休息,而这些人就是收不住血,也藏不住魂。 解决方法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用一些滋补干血的方法,帮助它收射魂魄,安心睡。 中医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方子叫酸枣仁汤,现在被一些药厂开发出来叫酸仁安神液。 酸枣是酸的,但是酸枣仁并不是酸的。 我们一般把酸枣仁炒熟以后,用它煎汤煮水,加一些反左的药物来共同组成一个方子。 其中,还有一个药是我们经常用的茯苓,茯苓又叫茯神,本身就有安神的作用。 酸枣仁汤 材料 酸枣仁 微炒60克 人参30克 碎石膏15克 赤芙苓去黑皮 22.5克 桂皮去粗皮 15克 枝母 甘草各15克 用法 上漆味粗稻筛 每伏15克 用水230毫升 兼值180毫升 去紫温符 主治 发汗后不得眠睡 或虚劳烦扰 气奔胸中不得眠 从高处摔下和被人追杀的噩梦 睡觉多梦的第三种情况是做怪梦 做噩梦 梦见自己从高楼上摔下来或者被人吹杀 或者梦到一些血腥的场面 或者是被狗咬 被蛇咬 还有他们老梦见一些死去的人 或者梦到自己掉到一个肮脏的地方 原因 这种情况终于认为是肾的问题 肾是人体主经 孔的 如果人的肾气或是肾经受到伤害的话 往往会做一些比较惊恐的梦 一般做这些梦的人 都有过一些失经或者是受惊吓的经历 或者是家庭 亲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变故 解决方法 对于这些人 首先我们要帮助他们 驱除体内刺激自己的阴寒的信息 能量或物质 比如说淤血和寒痰 有这些物质基础在 就会产生邪气 导致人在睡着的时候做噩梦 我们一般用热性的药物 驱除这些寒痰和淤血 另外我们加一些矿物药 中医认为矿物药比较重 能够驱窃 就是让自己的胆怯 心理害怕等感觉消除 一般我们选择的矿物药 有龙骨 牡蛎 还有磁石 如果梦境特别惊恐 我们会有一些朱砂 但是朱砂里面有重金属 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中病机制 含量要小 当把寒痰淤血去掉以后 这些梦会自然消失 提高睡眠质量的血位按摩 提高睡眠质量 也可以配合一些血位按摩 暗柔内观血能够宁心安神 暗柔神门血能够宁心安神 宽凶礼器 暗柔三阴胶能够调理病后失眠 能够调整脾胃 补易甘肾 一 内观血方法 拇指暗柔 速度适中 时间一到三分钟 力度适中 二 神门血方法 拇指暗柔 速度适中 刺激三到五次 力度由轻至重 三 三音教学方法 中指或多指 也可拇指点柔 速度适中 时间一到三分钟 力度适中 以上就是关于睡觉多梦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您长期出现失眠多梦的情况 且真正影响到您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到专业医院进行诊断治疗 别再以为梦境只有提醒你要遇到好事 还是遇到坏事的作用了 就算提前得知又能怎么样呢 是福不是祸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也强求不来 真就还不如了解一下 梦代表的健康问题 至少还能落在实处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